好 不過還要來看到這個問題也蠻大的 在國軍發生了重大的軍紀事件 屏東龍泉新訓中心遺失了手槍 現在的營長被指控疏失 說是把槍枝集中放置在沒有監視系統的營區來保管 甚至槍枝丟失之後 居然還找來了模型槍想要漁目混珠 而後續接任的營長旅長發現有問題 也不送鑑定 才會讓目前這把手槍換機江湖下落不明 屏東龍泉新兵訓練中心爆出點四五手槍 竟是模型槍事件背後卻暗藏軍紀問題 一名退伍的林姓后勤官爆料整起事件 發生在去年5月 前林姓營長要求所屬連隊的槍枝擺放在閒置營區 加上沒有監視系統才讓有心人士起了呆念 離譜的是發現四五手槍遺失後 林姓後勤官去買一把模型槍 回來掩蓋真相 後勤官不願配合 竟然遭到擠壓 整起事件越演越烈 校準部不敢輕忽畢竟四五手槍下落不明 就怕早已混跡江湖 恐將對二零二四大選為安形成嚴重威脅 而誇張的還不止如此 海軍陸戰隊九九旅同樣發現兩支T91步槍 槍擊部分遺失原因目前還不明朗 人找出來嚴懲以外槍跑到哪裡去 因為這不僅僅是國軍管理上的出現漏洞 它可能會導致社會治安的破口 看到一隻蟑螂背後就有一千隻蟑螂 一樣的道理現在有一個漏洞 背後是不是有更多的漏洞 只是還沒有被爆出來 我們要求國防部 我們要求民進黨政府 不要只是做表面文章 找來假槍與木混珠 本以為可以瞞天過海朝野立委齊聲譴責 國軍必得省慎以對盡速找出 強制下落 記者吳庸安 廖偉宏 採訪報導